阿根廷方面已经确定应该是采购12架的中国骁龙战机 而且阿根廷已经派团到成都考察了 当代杂志社阿根廷的当代杂志 报道说阿根廷更换战机的需求迫切 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机 八方叫做GF-17雷电 其实就是它的考虑方向 对于骁龙战机青睐的不只有阿根廷一个国家 现在伊拉克阿塞拜疆也是表示要购买的 阿根廷驻华大使已经抵达成都了 当代杂志阿根廷的媒体 他说本月19号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 与大使馆武官萨拉特将军 特别参访了中航科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技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 评价骁龙战机性能是否符合阿根廷需要 应该验货 据信阿根廷空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组成代表团 从多个方面对骁龙战机进行评估 也就是说阿根廷派他的技术人员 空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 实地去了 然后由阿根廷驻华大使和武官一起陪同 该国时任外交部长 现任国防部长 叫塔亚纳一起去的成都 这就标志着什么阿根廷和中国方面 现在应该是在确认合同了 骁龙的优点非常多的 他是中国成都飞机公司与巴基斯坦航空综合企业合作研制的 以空空作战为主 有较强的空地作战能力的 全天候轻型多用途战斗机 他同时配有同型还有双座战斗和教练机 巴基斯坦媒体说 骁龙战机目前在现役战斗机中是最便宜的 价格只有F-16CD的一半 根据巴基斯坦说 这种轻型战斗机改进版本 性能与F-16是不相上下 价格只有你一半 但是性能跟你不相上下 跟你改进版本不相上下 而且装备先进的有缘项数雷达 可以发射多种先进的空对空的导弹 空对地导弹 具备执行多种作战任务能力 你说阿塞拜疆 伊拉克都看好 阿塞拜疆 我去过 当地的小孩对中国人非常友好 见到中国人都打招呼 阿塞拜疆跟中国人友好 是有传统的 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 牛旺道曾经指出说 骁龙战机并不会像韩国战机那样 受到英国的出口限制 他当时要买F-A50轻型攻击 核动签了 但是英国以A50上有英国生产的机体配件 叫马丁贝克弹射座椅 阻止了韩国向安庭出口军机 其实英国多次 包括美国都阻止安庭购买骁龙 因为什么 因为80年马导海战 英国吃过亏 他是15年 阿根廷就退了老化的幻影三战斗机了 那现在看就是几乎失去了作战能力了 那面对骁龙的这个能力 英国 他其实 就指 骁龙上有配套的 马丁贝克公司生产的台式座椅 所以间接不允许 你出口到阿根廷 但是中国公司反应迅速 立刻自主研发零部件 国产化弹射座椅 然后换上中国国产座椅 这个英国就完蛋了 骁龙多国都受青睐 应该是伊拉克决定采购12架中国骁龙博奥3 伊拉克也就成为骁龙战斗机第五个国际用户了 第一个中东用户 这个2月份的时候 伊拉克国防部长 接受采访就已经明确了 阿萨拜疆驻巴西斯坦大使馆武官 这个 诺鲁佐夫 就公开说过 巴西斯坦 购买骁龙战机是我们议程上一个关键项目 安宁大使馆还说 这个 也要向中国采购 这个 应该是北方工业公司 叫 八轮式 装甲车 而且考虑要全道生产线引进 安宁以后就可以 专门生产这种装甲车了 中国大巴轮 他要安宁看中了 目前呢 安宁现在这个 对于骁龙啊 应该是正在验货啊 也说中国骁龙 进入安宁 应该是 让 英国人 尤其是马尔维纳斯 或者是他的 叫什么岛啊 这个 英国人管马尔维纳斯 应该叫 福克兰群岛 应该是这些岛上的英军啊 睡不着觉了 真正的 获得制空权 那下一步 英国人 是吧 几乎是失去个岛啊 应该就 确定了 安宁一共是采购 计划采购12架骁龙战机啊 他这个目前是10架Block 3 还有两架双座型 应该是教练啊 中方报价5500万美元啊 包含全套的武器弹药 呃 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5500万万 包括啊 中国给他这个 啊 导弹啊 这个 霹雳10啊 霹雳10 呃 中方是建议安宁参考八方啊 引进中方的整套的空军训练指挥 作战系统 就什么呢 K8加L15啊 加ZDK加03预警机 加骁龙 加坚实CE啊 配套的设施和弹药 也就是说现在啊 就不光是这个骁龙啊 有可能后续还有配坚实 配啊 03预警机啊 那也说实话 这个看来 这个阿根廷人是准备 你看这些东西如果上啊 就准备在马尔维纳斯啊 跟啊 跟这个英国人拼了啊 你想想 这个东西上了之后啊 中国弹药是管够了 那就说 英国人啊 有可能是有大麻烦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